各位聽眾 各位網友 各位聽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相信很多聽眾 觀眾 網友都跟我一樣 在幾天內沒有了立場 沒有了眾新聞 覺得很悲痛 很不習慣 和大概半年前沒有了蘋果一樣 我仍然是每天有些不覺意的情況下都按了 他們的icon 程式來看 突然發覺 殘酷的事實是改變不了的 這些有質素的媒體已經消失了 昨天是眾新聞營運的最後一天 新的一年 第一個工作天已經向大家宣佈 他們要結束了 營運了五年 當然無論是我們這些讀者 觀眾 或者是他們的工作人員 尤其是工作人員 更加會不捨 他們兩個負責昨天出來見記者去交代 發生什麼事呢 總編輯是李月華 主筆是楊健興 我認識他很久了 李月華當然我知道他是誰 我們都是同代的新聞工作者 但是沒有什麼交集 可能是在公開場合見過一面 楊健興真的幾十年認識了 他做企業主席的時候 我在電台節目 網台節目時都訪問他 大家都就新聞自由的問題 交換了很多看法 大家都越來越悲觀 他出來說的時候 說到有些耿煙 說到記者都是人 都有家人 都有朋友 有些耿煙 有些想哭 忍著淚水 李月華也說 仲一直以來是用一個專業的態度 處理這個新聞 不是他們改變了 是香港改變了 或者是法律改變了 做了幾十年的新聞 二三十年的新聞 是一班很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創辦的 這個新聞平台 越來越出色 越來越多元化 越來越受到注視 越來越多人看 就是在 差不多在最高峰的時候 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發揮的時候 就突然間要腰折 無論是這個 中國組 眾新聞的中國組 還有香港這一天 都在 最後一天 昨天 向觀眾交代 尤其是我看了整個香港 眾新聞的中國組 我感慨量多 那裏是一班由一個很資深的 中國新聞的記者 帶著全組人 去很年輕的那班記者 是很有活力的 很有熱誠的 去做中國的新聞 我稍後詳細說一下 最後這一集 是令人難忘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 甚至下載了下來 他們其實是開稿場的會去做這個決定 不是臨時很闖絕的 是討論這個去流的問題 分析這個時局 然後就說整個行業在這個特首選舉前 會做些甚麼 可能會被受到整頓 這個都是我同意他有分析的 有年輕的員工不希望贊息報道 連累高層坐牢 所以 這個員工大會之後就決定 不如就接了他算數 楊健興就說 關閉是很短期的決定 已經看到立場的情況 用現在掌握的資料 立場有文章報道和訪問被視為煽動性的文章 他說已經有實際個案出現 他很擔心會觸犯法律 同員工分析後 想盡量不犯法 但界線是掌握不了的 感到不平安 不安全的情況下 他說在五年前成立 一班是做了二三十年的 我們叫做失明界的老鬼 現在認為這個傳媒的環境收窄 機構受到政治商業壓力 所以成立一個 規模小但財政獨立的平台 做些事出來 有資源做到我們想做的新聞 但這兩年 政治變化實在太大了 一間一間媒體撿了 捲入政治巨浪 整個行業都被整頓 然後他說記者都是人都有家人 都有朋友 說到這裏 忍不住 雖然他也是很冷靜 按住自己 情緒是激動的 他在不安全的情況下要認真考慮 他說不希望因為工作而處於這個困境 短時間裏面看不到有任何改變 回到五年前的初心 很努力地做了這五年 沒有一個安心的環境 我們想做的新聞這個停運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這次就問立場裏面的文章 好像 被視為有煽動性 眾新聞會不會有機會觸犯這個煽動刊物罪 楊卿卿說 根據立場被控的模式 不能夠排除 該蘇聯的文章和報導 我們用專業新聞做判斷 不過現在 已經是變了 那個規則 超乎他們的想像 他不排除這些文章暴露於犯法的風險 最終就是犯法 沒辦法掌握得到 他是這樣說的 我想無畏無懼是我們 不怕得罪一些權貴 不怕罵政府 如果他們做錯了政策 不怕報導一些財團的新聞 這個就叫做無畏 但是不代表做好基本的自由 做了之後要付出代價 這個是很實實在在的 每個新聞工作者 都不希望出現這個情況 我完全明白 當你落筆的時候 當你拍片的時候 每一個字都想過戰戰兢兢 會不會這裏有觸犯紅線 那裏有觸犯法律 這裏會不會出事 那裏會不會被捕 正如我對朋友說 2020年 前年 這個 頭條新聞 停 6月19日在國安法身後之前 做最後一則 很多人都感到可惜 覺得很不值 心有不甘 但現在冷靜下來回心 發生那麼多事 如果我們繼續做下去的話 國安法身後繼續做下去 我們怎麼做頭條新聞 當你做一個這樣的節目 諷刺時敗的節目 諷刺權貴的節目 每一個字 每一個標點符 每一句說話 每一個眼神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服裝 每一個故事的復線 等等 都要慶祝 尖前顧後 是不是 看完之後 這樣又不行 把所有尖銳的東西 靈角全部摸掉 做來做什麼 一個諷刺的節目 當然你說諷刺人家 刺人家 人家會痛 人家會反彈 但是報導新聞 寫評論 我認為 本來有些東西 你 你去那麼盡 當然 別人看著你 別人覺得你不妥 吵你 批評你 指責你 你刺刺吧 你先刺人 但是報導 用新聞的 嚴格標準 嚴格規矩去做報導 評論 去做訪問 也有事 即是說 現在的網絡越收越緊 所以當年 頭條突然停 很多人 覺得很可惜 很不甘 但對我來說 現在回頭馬豪炮看 絕對是應該的 怎麼做下去 正如今天的媒體 怎麼做下去 你告訴我 怎麼能夠做 我很喜歡看的 《眾新聞中國組》 昨天是最後一集 跟以前有些不同 他的做法是訪問了很多 攝影記者 過去二三十年 在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的攝影記者 或者攝影師 去做一些人物的紀錄 包括 例如中國的慰安婦 拍一些 破落的 工業城市中的人的眾生相 一些年輕人 怎樣生活 很貧窮落後的地方 他們如何生活 是很感人的 訪問了 應該這樣說 訪問了一段時間 可能現在才 能夠播出 一位公民記者 在武漢 和全世界的人 直播有關於 武漢 在疫情下封城的 一些苦房 這位張展 結果被拘捕了 在監裏他絕食 瘦得 一排骨 隨時生命都有危險 訪問了張展早期 受訪問的片段 播出了 他說 因為嘗試接近真相而入獄 記者這兩個字 龐淑這樣說 除了一個身份 亦是一份精神 世界雖然反轉 是非不能顛倒 世界雖然反轉 是非不能顛倒 是楊建興 主筆 做香港借一天的口號 張展的片段 很好看 值得大家 重溫 下載 我強調 因為這個 這個訪問的片段反映到大陸的公民記者 為了尋求真相 不單止 令到自己失去自由 而且他亦 在被審訊的過程中 完全不認罪 而且用絕食的方法提出 香港人是很難想像 他一種反抗的 精神 可能最後他真的會 因此而 在監獄中 死亡 出不來 這種精神 作為記者 這種精神 是 你說是 很值得 別人 敬佩 但付出的代價 相當大 中國組最後一集 一群很年輕的記者 包括他們的 頭 大家為在一起 逐個人說自己的感言 對我來說 看完之後我都看到眼淚淚 在尾巴 譬佩慧凱說 感謝觀眾 讓他們離開友善後 能夠一段時間 繼續工作 然後 黃寶瑩說 你看YouTube 中新聞中國的節目 如果不看的話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會不會看的 意味著 有沒有機會 在被迫 在壓力底下 突然要消失 要下架 另一個記者 相對比較新的 叫做李恆恩 講講講也是 耿煙 說到他爸爸 對他做這份工作 感到很自豪 希望 新聞工作者 為自己的身份 感到驕傲 亦希望觀眾 香港人感到自豪 有一個記者 我覺得這番說話 很重要 徐文傑 他說 每個人 每個人在這個時代 都可以去紀錄 可以去紀錄 因為這個時代是需要紀錄 我聽到這裏 不禁有些悲從中來 時代是需要紀錄 新聞是什麼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 那些人寫歷史的時候 是以前 可能不靠口意相傳 將東西紀錄下來 可能很多 誤傳的東西是不真確的 今天在 互聯網的年代 百花齊放的年代 很多東西需要紀錄下來 很多細緻的東西需要寫下來 新聞工作者正在扮演這個角色 成為了 歷史的初稿 成為了歷史的部分 寫歷史就可能靠這些材料才寫下來 但是一個又一個有公信力的 有質素的傳媒倒下去 哪些人做這些紀錄 一般市民能不能夠做到這些紀錄 當這些紀錄去失傳的時候 後果是什麼 後果就是 當權的人 有資源的人 將這個紀錄 完全歪曲 最後就是用他們的方法 去寫那個歷史 是有利於他們的歷史 讀歷史的人都聽過這句話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 所有歷史都是有權力的人的歷史 勝利者的歷史 這個說法不是錯 這個說法不是錯 客觀上真的是這樣 但是在現代社會 你勝利者當權者有權有勢有資源可以寫你的歷史 但是 民間都可以寫民間自己的歷史 靠有質素的 忠於事實的報導 去寫民間的歷史 不容這個當權者去歷曲 但是 當這些獨裁者 為何要對付這個媒體對付記者 因為他們 寫的東西 說的東西 正正刺動當權者的痛處 為了 去掩飾他們的錯誤 蓋住那些災難 要將這些 監察者 異見者 記錄者一一去消滅 然後寫他的版本的歷史 這個情況 我同意 楊健興的分析 當在特首選舉 可能在這兩個月內 提名到 投票之前 這類媒體 的報導 是會一一被 消滅 打擊的對象 可能擴大程度 你是難以想像的 我們今後在香港 還能夠 依靠 這個主流傳媒做的紀錄者 把真相告訴我們 當我們真相未明的時候 我們能夠做一個判斷 這一點 我認為這些媒體的消失 對香港 這個重大的傷害就是 就是這樣 不過林鄭就今天出來見記者 又問他立場沒有了 眾生民又停運了 你怎麼看這個新聞工作者 怎麼繼續享用這個新聞自由 林鄭果然用了 他的顧問 湯家驊的說法 他說什麼呢 他說是他們自己決定的 不能夠跟新聞自由直接掛勾 他說眾生民都這樣說 我們沒有做過任何事 執法部門沒有接觸過他們 如果他們是有自己的看法 一定的擔心 決定要結束 這是香港一個商業社會時常發生的事 政府做的事不是要打壓新聞自由 是依法辦事 他上陷初期開放新聞採訪給網媒 亦都跟記者協會會面 今天依然是開放的 只要是不做違法的事 政府會歡迎新的媒體加入 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 新聞處登記的媒體是有增無減的 本地的媒體增加了5.4% 準備了 可能媒體增加了9.5% 內地媒體有下降 怎麼可以因為這兩個媒體情運 而貿然認為香港新聞自由受損 他說我不認同這是韓潛效應 國安安全的法例如果影響新聞自由的話 為什麼外國 不會有新聞自由外國遠比香港 更加早訂立國安法 我聽完之後真是苦笑 他們的邏輯就是這樣 外國有國安法 中國有國安法 香港有國安法 外國有新聞自由 有國安法之後也有新聞自由 香港有國安法之後也有新聞自由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他當全國人都是白癡 香港有很多白癡 藍絲的就是白癡 對呀 外國也有國安法的嘛 你香港有國安法有什麼問題 外國也有死刑的 香港有什麼問題 但他沒有說 外國有民主 香港也有民主 不過是鳥籠式的民主 不過是篩選之後的民主 大家都叫民主 中國也有民主 中國也說自己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 你以後自己能夠笑 你可以說什麼 媒體 機構 記者 所有人都要遵守法例 如果他們害怕 不能遵從法例的話 就要下定決心 作出必好決定 自我了斷 你問他 你會不會和記協見面 你上任初期和記協見面 他說當時和記協見面上任的時候 希望盡量開放 和不同政治江譜的人 和團體人事合作 但結果 香港卻出現 無人能遇見的極大挑戰 包括大量人鼓吹港獨 勾結外國勢力等等 現在他們在說記協 可能都是勾結外國勢力 所以我不見你 你聽完之後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些政客 除了天收他 也不知道怎麼說 你說立場新聞 是自己決定停運的 湯家驊說的 林鄭撿他口水尾 繼續這樣說 阿團新聞被你凍結了6100萬資產 沒有了現金流 怎麼做 你被他吊死自己 其實你是掀死他 也不是吊死自己 你撤了他的大動物 為什麼不死 沒有血進去心臟 也會死 心臟的血出不來就不死 你凍結了別人的錢 好 眾新聞沒有凍結你 周發部沒有找你 什麼叫做殺雞給猴子 你害怕嗎 那隻猴子在旁邊看著 你不斷撞那些雞 那些血到處吞 你猴子害怕嗎 什麼叫殺雞警合 難道是上門拘捕你 上門拘捕你 拘捕了7個高層 前高層 你都說不關我的事 自己決定停運 這個政府有沒有這麼無賴 這種情況 只會更差 只會越來越嚴重 大家現在爭相要表演 我告訴爺爺 下定決心要整頓 所以 最恐怖的事 未到 最難堪最難過的事未發生 已經很難過 很痛心 未 還會陸續有來 繼續支持我Padeo 在這之前我是心智悠發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